2月11号下午2点左右 S26朱永高速往杭州方向 李岭隧道里发生了多车追尾事故 事故发生后 有一辆小车还发生了起火 情况十分危急 公共视频显示 当时李岭隧道发生六车追尾事故后 后方车辆出现缓行 没多久引发了二次事故 后方又有六车发生追尾 事故发生后五分钟 其中的第四辆黑色小车 开始冒烟起火 黑色小车驾驶员吴某健壮 立即指挥其他能动的车辆先行离开 很快有明火冒出 火势迅速蔓延到了前面 被追尾不能动弹的白车 吴某健壮 立即跑到对面消防橱窗里 拿来灭火器 对准起火点进行铺救 吴某机制快速反应 堪称教科书式的灭火操作 一下把明火控制住了 整个过程前后不到一分钟 随后民警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打开消防栓水龙头 对准起火的车辆 进行再次降温灭火 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 事故车辆被脱离 隧道主线恢复通行 经了解 驾驶员吴某刚从台州过完年 准备回义屋 途经事发路段时 车辆缓行 吴某因跟车太近 来不及刹车导致追尾 有火星撞下来 我来跑后面 我看到前面就跑前面去拿那个灭火器来 然后你叫他们 全部就全部走开了 我让他们走开 我先把火灭掉 对 可以了可以了 目前这两起连环追尾事故 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春运还没有结束 返程高峰 大家出行还需注意安全 记者段预言 编辑报道